这两天呢一张小学生呢坐在马桶上写作业的照片呢确实是给火了 这张照片呢是浙江杭州一位小学老师发的 照片里的小男孩呢是他的孩子 名字呢叫做豆豆 今年上二年级 当天晚上呢豆豆的爸爸正在给豆豆听写 突然间呢孩子嚷着说要上厕所 爸爸呢便随着孩子一起去了厕所来继续听写 写完之后呢豆豆又把其他的作业都写完了 竟然比平时写作业快了许多 爸爸看到就拍下了这一幕 边笑边拍腰都笑弯了 成都的网友说 怎么了就准你们上厕所玩手机 就不准我写个作业 上海的网友说 高中有一天我上卫生间的时候背了几个单词 没想到背的又快又准 还记忆深刻 从那之后我背课文什么的专门都去卫生间了 西安的网友说 我突然想到一个高效率的 给卫生间里摆个小书架如何